大家好,歡迎收看2023年4月的時代觀景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1984年香港基督教領袖訪問北京 在上一集跟大家回顧了1985年的時候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胡振宗主教訪問北京 實際上在天主教訪經之前基督新教已經歷史聖地開始了一次的訪經團 我們今天一起去回顧一下這一段的歷史 毫無疑問天主教基督教的訪經都因為1997的前途問題而引發 在中英兩國就著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的時候 大家特別在天主教界都很關心 九七後香港的宗教自由的問題 在1984年5月當時的基督教協進會 委任了陳助才、余達、深海、 楊幾位人士組成一個工作小組 去草擬一個關於宗教自由的聲明 這個聲明公布的時候已經顯示他們獲得了240間的教會機構和堂會的聯署 9月1日聲明正式公布也都經香港的新華社轉交給國務院總理趙紫陽 聲明重申宗教自由的重要性 教會享用宗教自由現在的情況 亦都表示了對九七之後希望繼續能夠享用宗教自由的期許 正正因為這份宗教自由的聲明的公布 引起了當時的北京政府主動邀請香港的基督教界的領袖去北京訪問 回顧當時的歷史事實上在中英談判期間 香港很多不同的界別的人士紛紛組團北上 向中國領導人表達關注特別是對九七前途的關注 裡面牽涉到專業人士工商界、社會活動家、教育界、專上學生、知名人士等等 1984年9月這次可以說是宗教界第一次的訪經團 當時主要由一班基督新教的領袖去進行 這次的訪問是在宗教事務局的主動邀請下成行 整個訪經團的名單都經過新華社、香港分社和北京政府的確認 據當時的公布,訪經團總共有四位的領隊 分別是鄺廣傑、騰錦輝、梁林泰和郭麗宏 我們可以從這四個人的名字裡面看到 當時整個四人的領隊 事實上是經過一個很平衡 一個代表性的選擇在裡面 一方面我們看到有聖公會的港澳教區主教 一直以來在北京政府眼中 香港是英國殖民地 所以聖公會在北京政府對宗教界的統治裡面 毫無疑問可以說是扮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當時抗港澳是第一任的 聖公會港澳教區的華人的主教 所以他榜上有名可以說是毫無疑問的 如果我們說聖公會是代表著主流的教派 在基督教裡面另一個很重要的陣營是福音派 所以我們會看到有藤近輝牧師的名字 當時藤近輝牧師是宣導會區聯會的主席 也同時擔任中國神學研究院的院長 然後我們看到有基督教協進會的總幹事 是郭禮華牧師 協進會是當時香港的很重要的一個合一聯合組織 當時除了協進會之外 香港還有另一個合一聯合組織的就是華人基督教聯會 而我們看到的名字是梁南開牧師 當時的梁牧師他的身份是循道衛利聯會教會的會長 但我曾經訪問過梁牧師他跟我說 他說他被邀請不是因為循道衛利聯會教會會長的身份 而是因為他曾經擔任過多屆的聯會主席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四人的領隊 可以說是有一個平衡的考量因素在後面 包括了大公傳統福音派 包括了兩個香港不同路線的合一聯合的 基督教的團體和組織 至於黨經團的成員方面 我們都看到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考量在裏面 這個圖表給大家看到有宗教中派的領袖 包括了信義會、路德會、安息日會和神召會 而中派的代表有浸信會、循道衛利聯合教會 中華基督教會、五巡節聖結會和聖公會 可以說這些中派的領袖和中派的代表 基本上都涵括了一個我講闊的一個基督新教的光譜 而在神學院方面有信義中仇院的院長蕭一孩和波道的教授 就是許道良、牧師 亦都代表了兩個不同路線的神學院 機構方面有女青年會、突破機構、工委會 FES即是基督徒學生科音團契和協進會 當然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基督教教育方面 當時香港有一所的教會的專上院校就是浸會學院 當時的校長、謝志偉和中哲系的高級講師余達森 都在代表團的名單裡面 整個代表團總共有22人 不過這次訪言團的消息一公佈之後 引起了香港教會界廣泛的討論 甚至是爭論 特別是其中福音派背景的成員 他們面對很大的來自方派的壓力 我們可以說80年代 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之後 當時最早願意和中國接觸交流的是主流的教會 特別是以協進會為代表的主流教會 相對來說方派在當時對於共產的中國 二至三次運動都採取一個比較抗拒 的一個立場和態度 所以當這個訪言團公佈之後 特別有裡面都涵累了一群方派的人士的時候 很快引起了香港的方派教會 以照海外的方派教會的高度關注 於是乎在8月18日在訪言的前夕 當時他們特別在宣導會希伯倫堂 舉行了一個教目分享會 是希望對香港的教會有一個交代 當時負責分享的就是有 藤近輝牧師前北斗和蔡元宏三位方派的成員 香港大學的記錄圖團契 他們出版一份刊物叫做《橄欖》 特別是報導了一次的分享交流會的情況 裡面特別指出其中由以較少在中國政治 和中國教會諸問題發表意見的 藤近輝牧師受人關注 分享會上面有人指出 這次訪經之行有統戰的味道 因為主動邀請的是來自中教局 上去見到的是中國政府的一些相關領導 以前可以說是1949之後 香港的教會領袖 你可以說是一次廣泛的 與中國政府官員接觸的一次突破性的一次機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引起了很多 關於統戰宗教基督教的一些疑慮 到底基督教不同的觀點會不會因為 這次的訪經團而被抹殺了呢? 幾位出席的代表都回覆了在會上大家的憂慮 特別是藤近輝牧師 他在分享的時候指出他身邊有一個定點 是神是掌管歷史的主 在神賜下的智慧下 教會要面對一切的變動 他特別引用了聖經 《純良儒甲》《靈巧仗蛇》 今天我們要好好地學習 所謂《純良儒甲》是向神的順服和盡忠 而《靈巧仗蛇》是智慧的雲容 所以他分享到當收到邀請去訪問北京的時候 他心裡的感覺是 香港市民正是紛紛向北京表達了對香港前途的意見 基督教也有責任去表達關於宗教信仰自由的立場 我們不應該靜默 只是等待別人爭取所得的成果 他特別為一件事去祈禱 他覺得心裡沒有不平安的感覺 所以就決定盡上應盡的責任參加代表團北常 他不認同有人認為訪經的表達是沒有用的 我認為我們應該以動態的歷史眼光 去看中國共產黨政府 在人類的歷史演進過程中 有不斷重演的部分 亦都有新的因素造成新的局面 毫無疑問譚穆斯認為改革開放是一個新的局面 新的因素 中國共產黨亦都在變化著 在經濟路線上有新制 所以他認同這次訪經可以爭取到 關於九則後香港宗教自由的情況 他對於有些人認為和中國政府對話 是出賣教會的猶大 他說這種想法是遞失單線的想法是不可取的 只要我們對神有中心有原則 任何的對話都是值得嘗試的 他引用了波蘭團結工會爭取自由的例子 給他的啟發是基督徒爾站在國民的立場上 承擔維持香港繁榮和國家建設的責任 但是同時也要熱愛信仰自由 日次可以說是騰日輝穆斯很少見到 他公開的就著他一些對於信治的 一些議題的表達他的看法 特別是就著他參與訪經 和中國政府接觸一個這麼有爭議性的行動 以此歷史性的訪經團在1984年9月5日早上啟程 當時還是香港的啟德機場 特別的地方是在那天早上登基的時候 騰近輝穆斯沒有在機場延伸 時候協進會出版的訊息在出版這次訪經團的專輯的時候 在名單上仍然把騰牧斯的名字放在四個領隊裡面 但是卻有一個著名 因為身體不適,騰近輝穆斯未能成行 同樣參與訪經團的協傳會總幹事郭禮宏 在他的回憶錄《我的目跡》中 他這樣說騰近輝穆斯因臨時有事而沒有除對 到底騰牧斯沒有出現是因為身體不適 還是臨時有事呢? 後來我曾經親自聽過騰牧斯在生前一次的分享 他講到當時他在這次訪經團裡面承受的壓力 他提及在那天早上他有坐電車出發 但最後他沒有下電車 他在這次訪經之前他也去了美國 北美裡面有一個訪問 後來據一位建築堂園的腿偶的老師跟我分享 他說騰牧斯在這次北美之行裡面 也承受了北美的方派教會非常大的壓力 認為他不應該訪問北京和中國政府接觸 所以可以這樣說 雖然陳育思在之前認為他自己有祈禱有平安 但是當他再一次面對廣泛的來自香港 特別是北美的方派的教會的一些壓力的時候 他也為到應不應該訪問北京有一種再三的思考 據說他在出發之前那一晚他繼續祈禱 他知道最後他沒有承行到 可以反映到他作為香港的方派的一位很重要的領袖 在這一次這麼有歷史性的訪經之行裡面 他所承受的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在剛才提及的那次的八月的聚會裡面 有出席的蔡彥宏醫生去坦然我個人接到這個邀請的時候 也都非常矛盾,一時未能索出決定 另一位隨團的成員,聖經會的林宇昔牧斯也承認 有教友糾纏在過去的噩夢裡面 所以各界紛紛不上組團的時候 教會領袖遲而不決 我們可以看到當時香港教會界對於應不應該訪經 確是存在著有不同的看法 有部分他們覺得應該,有部分他們有掙扎 而最後決定都是值得一去 但也有部分他們是堅決反對的 另一位出席的余達森 他在出席完訪經團之後 他特別寫文章 在另一份大專基督教的刊物立喊裡面 他分享他的感受 他說他不諱言 我知道有不少的弟兄姊妹 極力反對香港教會和中共政權有任何接觸 或者對談 恐懼成為中共的統戰對象 他都坦誠地表達接受這個邀請 真的不容易 有太多的顧慮 我們看到當時特別是方派背景的成員 他們有很多的顧慮 基本上都覺得需要去北京訪問 去表達對於九七後宗教自由的關注 除了鄧勤輝牧師 他是出席到之外 整體地他們都有出席到 當然其中一位極力反對這個訪經團的是黃國賢 他在五十年代曾經在中國大陸裡面 是被因為反對三節的緣故 他是被捕坐牢 然後後來他離開了去到北美 他寫文章去表達 他認為中共過去的李柱民 這個地下黨員的歷史 是我們難道忘記了嗎 誰保證香港教會沒有李柱民 在這裡散奪教會的管理權 他認為這一次的訪經團 包括宗教自由的聲明 以至早前公布的信念書 或者是教會的社關的議題等等 都是一個坑人的圈套 他特別批評訪經團成員 是被邀請的 是一個政治利用的工具 用來安撫香港浮動的民心 也都為中共在國際爭取開放自由的形象 他完全認為這是一個圈套 進去的人就會不自覺地 拆毀了自己屬靈的防線 解除了自己屬靈的武裝 可以說王國健完全是從一個陰謀論的角度 也可以說他背後反映到過去他經歷的那種歷史的創傷 所以他對於與中國政府任何形式的接觸 他都予以極度的保留 以前防衛團在北京訪問的時候 他們得到了當時的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任務資 和港澳辦主任基彭菲的接見 他們表達了對香港前途的意見 特別呈交了一份香港基督徒北京訪問團 對香港前途的意見書 亦都將八四年公佈的信念書 亦都附在後面 在一份對香港前途的意見書中 他們重新 苟失回歸是不爭和合理的事實 他們肯定一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 基督徒除了實踐全福音的使命之外 亦都願意與港大的香港市民共同努力 繼續使香港繁榮穩定 同時亦都為中國的現代化作出貢獻 他們對香港社會表達了他們的看法 是政府過去有不干預的政策 市民更積極的態度去面對社會的缺點 政府、香港要建立在市民入面有威信的形象 要向市民負責維持三權立法、司法、行政的獨立 市民應該參與《基本法》的證定 政府不應該偏重工商界的利益 中英民的相遇 以至道德教育的重要 他們都表達了全民社會保障的要求 當然亦都包括了香港需要逐步的實行民主的制度 對於香港教會的看法 他們重新宗教自由的重要性 亦都肯定 教會一直以來在教育、社會服務方面的角色和貢獻 在九職後應該繼續維持 同時由香港一直以來都是普世教會很重要的一員 這個國際的聯繫 亦都應該在九職後繼續能夠發揮作用 我們從這份《香港前途意見》書裡面 可以看到當時這班訪經的香港教會領袖 他們帶著一個什麼的期許、一個什麼的願望去到北京 他們想表達一種什麼的立場、一種態度 剛才提及的信念書全名是《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政治變遷》裡面所持的信念 亦都在八四年的時候公佈 亦都反映了當時香港一班教會、基督徒和科音客背景的基督徒 他們對九七問題前途 他們認為在這麼重大的變遷裡面要持守的信念 此一留意的是信念書裡面也有一節提及對中國的承擔 身為中國人我們和中國整起人民的歷史命運休息與共 我們不應該單顧香港人的利益 亦都應該在《聖經》的原則下關懷參與中國的建設 我們期望中國廣大人民能夠充分享受神賦予的人權、自由 以至中國成為一個更秉行公義、人民生活風雨的國家 我們更加期望要更多的中國人民在認識創造主真神 在他享受所賜給他的救贖恩典下面 亦都願意為此而進更大的努力 我們可以說從這個《宗教自由的聲明》 從這個訪英團對香港前途的意見 從信念書裡面我們都可以反映到八十年代初 香港教會領袖面對九七這個時代變局 對一九九七對香港前途他們的看法 最近徐承恩一個香港民間的歷史工作者 出版了一本書叫《魅景的快樂時代》 裏面所說的是香港民主回歸世代的精神史 所以民主回歸也指出在九七前途期間 當時香港一班社會運動的人士 他們熱烈的支持九七回歸中國 但他們這個支持也同時反映了對於回歸促成香港的民主 以至到藉著香港去促進中國的民主現代化的奇緒和緣景 這就是我們很熟悉的一個關於民主回歸的論述 或者一個世代 我們可以這樣說 在這個民主回歸的世代裏面 我們也可以補償關於宗教 特別是基督新教的這一筆在裏面 從剛才我們回顧一九八四年香港教會領袖的訪經團的前後爭論 他們的表述、論述裏面都毫無疑問的反映到 事實上他們都是帶著一個民主回歸促進宗教自由 中國進步、中國現代化的一個圓景在裏面 很快就是來到2024年了 也可以說是1984年之後的40周年 我們今天再次重新回顧一下 在39年前這班的香港教會領袖 他們怎樣帶著一個民主回歸 基於宗教自由的期許 促進中國現代化進步的一個圓景 他們第一次去跟中國的政府接觸 這次的對話、這次的訪問 可以說在香港教會歷史上 佔有很重要的一個位置 今天的時代觀景就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下個月我們再見 iii бол